哈囉大家好我是零爸 今天我們來開箱這款小米剛到貨的 小米水離子吹風機H500 那這個是新款喔 那他是在米粉節的那個期間啊 他那時候就已經發表 但是還沒有開賣 直到4月18的時候我才下單 然後那時候才到貨 那今天我們就來一起來開箱看看 這一款新款的H500 他跟之前的吹風機到底有什麼差別 OK Let's go 那他的包裝是長這樣 那他是一個彩合包裝 那不會很重 好我們直接拆開他 全新未拆的 好他的包裝內容物很簡單 他就是一支吹風機 然後加一個熱風罩 這個熱風罩 以及 說明書 說明書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本體長怎麼樣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吹風機啊 他長的其實很像某D排 那是這種短風餅的造型 上方這個地方是銀色的 比較有科技感 然後在手柄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開關 有兩段是風量 那在這個上面啊 他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 可以做 冷熱風的切換 那預設吹出來是熱風 那再按一下他會變成冷熱風 然後去切換 然後再按一下會變冷風 那插頭長這樣 跟前一代機鋪是一模一樣的 在線的這個地方他有附一個掛鉤 可以讓你掛在廁所啦 或者是浴室啦 然後直接這樣掛著 挺方便 再來是這個熱風罩啊 他要採用這個磁吸的結構 你看 他是這樣白色的 有點半透明的質感 可以這樣直接吸上去 就可以直接使用 這部分也是跟之前的設計是一樣的 可以讓你方便拿下來 快速拆裝 很方便 好這一支是之前的小米吹風機 一樣也是水離子的版本 那前一代的水離子吹風機 其實我在一年多前就有拍了影片跟大家介紹 那時候其實就有拿了兩支日系品牌來跟他做PK PK他的風量熱度 以及他的重量外觀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代水離子吹風機的造型 那你可以看到 第二代這個H500 他的體積明顯的縮小了很多 長度變短了 那也會更好攜帶 不過在重量上 H500會稍微重一點 然後在背後的地方 這個進封口 你可以看到進封口 前一代 他是直接用這種 網狀的造型 H500 他除了 外面有一個 放射型的網罩之外 他裡面 你細看 他還有一個 比較密的網罩 他可以避免自己的頭髮 或者是寵物的毛髮 不小心吸進去 而造成危險 那再來是裡面的結構 這一次H500 他多了雙重水離子 裡面會有一個冷凝管 當你熱風吹出來的時候 他可以透過裡面的冷凝管 然後去製造這個水分子 帶有一點點保濕的水分 據說 他的水離子的水潤度會提升26% 那光澤感會提升9% 避免靜電 減少毛躁感 那像我現在頭髮比較長 我在用水離子吹風機 在吹的時候 確實是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打結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支吹風機 我們插電之後 來實際來比較一下 這是前一代的水離子吹風機 他的風量一樣有兩段 上面也有一個冷熱風的開關 好我們先打開第一段 這是第一段風速 這是第二段風速 那你可以看到他 當他在運作的時候 前面這邊會有個白燈 會發亮 然後他的溫度上升很快 按一下這個地方 他就會有冷熱風 橘燈跟藍燈交互顯示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代的H500 他一樣有這個兩段的開關 第一段 第二段 兩個最大的差別就是當你在切換這個冷熱風的時候 這個H500他會比較有科技感比較直觀 他在這個出風口這個地方 就會直接用燈號去顯示你現在是冷風還是熱風 雖然你自己也會有體感感覺 但是他會比較直觀 那套上這個風罩 那套上這個風罩 一樣也看得很清楚 那這個風罩 在吹的時候也可以直接轉 不會燙手 好接下來我們一樣來做一個實測 我同時拿這兩把吹風機 這兩把吹風機 我都把他的風罩拿掉 我們來測一下他的溫度 以及他的風速 我同樣都把風量開到最大 然後都切熱風 我們先拿這一把 一代的這個吹風機 水離子吹風機 開到熱風 然後用這個測試器 來吹 好他的風速顯示 最高9 溫度是55度 55度 好這是 這個一代的吹風機 好讓溫度降一下 接下來我們拿這個H500 那我們剛剛實測的結果 這一支H500 他的最大風速可以到9.8 那溫度也都是控制在55以內 溫度太高其實會破壞頭髮的蛋白質 所以他的溫控 會把他鎖在55度以內 那當然這個溫度是隨著你吹頭髮的遠近來決定 那我個人覺得他很棒的一點就是他有冷熱風交替的模式 就是頭髮這樣吹到好像要熱起來 他又會馬上降溫 他主要提升就是他有2萬轉的風速 他有欺騙液狀渦倫散葉 那具體來說就是你頭髮可以乾得更快 那因為他溫度上升得很快 所以像我們男生在吹頭髮 真的不用1分鐘你的頭髮就可以完全乾 那如果你用傳統那種飯店那種吹風機 真的是吹到天荒地老 所以這一把吹風機真的是 我自己在出去旅遊的時候 我一定都會戴在身上 然後再來是他很便宜 舊版的這支才不到1000塊 995吧 那新版才1200 1200 相較於同級的日系品牌 真的是1 3分之1的價錢 所以我個人非常推薦 這支小米的H500吹風機 他的風力更強 然後有冷熱風 那至於他標榜的水離子 我覺得是可以減少你的毛躁 那至於頭髮有沒有比較水潤呢 我自己是沒有感覺 不過真的是比較不會毛躁 然後再來是頭髮乾得很快 風量超強 如果硬要挑缺點的話 大概就是他不能折疊 如果他可以折疊就更好收納 那因為吹風機是一個比較高耗電的產品 所以他的電線做得比較粗 比較硬 在收納的時候 他的機身不能折疊 跟線 收起來還是會有一大坨 不過以實用性跟價格來說 他真的已經是目前的性價比之王 如果你要挑吹風機 我個人真的是蠻推薦 這一把H500 好以上就是小米水離子吹風機 H500的開箱評測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